虽然说可能咱们国潮在不断地发展 枪秀也在不断地发展 但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种记忆 都会遇到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对对 枪秀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一些 很多的一些问题 2008年在遇上这个VR大地震 然后很多老艺人 还有他们很多传统那些 挑花刺绣的那些作品 那些都埋在了那个瓦块下面 让我们的很多图案 也就没 也就看不到了以后 失传了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才决定要把这个枪秀 再重新把它做起来 然后妈妈也是带着十多个老姐姐 开始做培训 然后到成都来闯荡江湖 其实我觉得VR的影响 当时其实不仅仅是 造成了一些作品的失传 一些首艺人的离开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 因为枪战那个时候 也有些人受损 受损完了之后 很多大批的这个绣娘 他们可能也就 可能不在家秀了 因为他们想出去外物工 对 物工 所以就造成了 可能做枪秀的人 反而会越来越少 对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我为什么就是印象深刻 是因为我们当时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希望能够把枪秀 能够更好地带到 就是城市 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它 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 去到汶川当地的时候 其实已经过去了七年 我当时在那边待的十五天里面 我遇到了五次小型踏房 然后最主要一个问题 就是大佐刚刚提到的 因为以前的话枪族传统 据我了解就是当时去的时候 还是以务农为主的 然后绣花其实是枪族的妇女 她们在平常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 但是她们其实曾经并没有说 要把它当成一种职业 就是她们的每天的生活 在田间地头的时候绣一下 但是汶川地震剥夺了他们很多的田地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就是做了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载体 能够把枪绣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带到城市的生活 是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就发起了一个绣娘的一个帮扶计划 对吧 所以它其实这个叫做口袋勋章 其实我们当时这个项目叫绣她所绣 其实是展示出绣娘 她们绣花的样子的美丽 其实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口袋称之为叫枪绣口袋 其实这个设计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创意 其实当时居越和杨老师都有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中 因为我们当时是觉得呢 因为枪绣既然是枪组妇女 她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我们城市里面的人 可以使用的一件东西 但是因为他们传统就是绣鞋垫啊 围腰啊 绣花鞋啊 这些东西在城市它很难被使用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创意 就是把它做成一颗口袋 它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商品 其实我们称之为半成品 但我们强调了它的互动性 我带了一个互动的结果的版本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口袋 最终比如说你看 你通过自己的方法绣在衬衣上 就变成一个口袋了 对 然后你就可以绣在你的牛仔裤的后面 然后或者绣在你的包上 都可以 都可以 它就会变成一个枪绣的这样一个口袋 所以当时呢 我们提倡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受之余 不是受之余 我们不应该只是捐赠 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劳动的机会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刺绣变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 这也当时也有参与是吗 有参与 就是当时 因为我们本身合作社嘛 平时也是就是给妇女们就是发修片 然后他们就是我自己会到山上各个寨子里面去到处去跑 给他们发修片收修片 然后我们自己有合作社 当时接到就是西安行动的这个订单之后 然后也是带动了我们当地就是几百个这个妇女们 然后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对 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寻找怎么就是把我们枪就怎么去发展 就是接到这个订单之后 然后也是非常真的是非常感谢西安行动能够给我们这些订单 是 因为他们平时这些绣娘 他可能他自己在家里绣 他有这个技术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削出去 是 对吧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也没有这样一个窗口和平台 技巧转化为他收入的一种方式 那有了这样一个方法的话 其实就能够解决他们那些 立场那些生活的一个问题 所以看起来他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口袋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解决了很多问题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他除了解决大家很多生计的一个问题之外 他也保护了一个可能会面临到宾威的一个就是手艺 一个工艺对不对 让这份手艺背后其实有了更多的一些人情烟火 然后这些绣娘们其实也不用再外出了 也不用再有那么多留守儿童了 可以回家陪着孩子 然后也让这些文化可以回归到生活当中